一度的台中新設花坦節即將登場 國民黨立委張啟臣 7號上午邀請相關單位考察準備工作 選戰倒數60多天 張啟臣也在選區內掛起看板 宣傳著4年來 在立法院爭取預算的成果 但卻遭對手民進黨的謝志中質疑 是收割前瞻預算 4年努力完成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看到它裡面很多的項目 其實你仔細檢驗 他都是用前瞻預算計畫的 東風自行車道觀光據點 用了2500萬 就前瞻預算計畫 謝志中批評 或許江啟臣曾帶頭阻擋前瞻預算 臨近選舉卻拿前瞻預算建設 當成政績宣傳 當時他在立法院放下前瞻 放過台灣 用這麼大的動作阻擋前瞻預算計畫 那前瞻預算計畫做了 很成功的順利的改善了 風源非常重要的水環境 1.5億好不容易到位了 那現在也正在做 明年就即將完工了 那我們看到江委員大啦啦的 上了一個帆布 這不是收割 那什麼才是收割呢 面對批評 江啟臣也做出回憶 江啟臣強調 如果有明代為地方爭取了什麼建設和預算 就應該大聲說出來 來向選民報告 三一歲 楊錦玲未知 SNG小組 台中報導